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 国民党立委昨天6日 在立法院总执询职一台大校长争议案中 教育部前主任秘书庄国荣是幕后黑手 但教育部长潘文中 今天下午在部会议前受访澄清 他所主持的相关会议 都是由教育部业务单位预会讨论 并没有庄老师的参与 台大校长林选委员会 于1月5日选出管中明教授为新校长 但管中明先后被踢爆 兼任台湾大读董 为事先告知资讯为揭露的成型争议 以及台湾大副董蔡明星 任林伟形成副董头读董 为利益回避的争议 接着立委张亮万坚在揭露 管中明和纪大教授陈建良于中研院研讨会 发表联名论文 与纪大硕士论文有高度雷同 设为学术伦理争议 台大教授自发联署要求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争议 校务会议已达成35人联署门槛 台大明天要召开程序委员会 监察委员也着手调查 发含要求台大提出全校教授 兼职上市公司读董的核准情形 厘清是否有行政书漏或违法 因此教育部目前仍在厘清之中 为何定人事案 教育部长潘文中 今天主持部误会报前受访表示 正在公行系助理教授 庄国荣是法律学者 相关业务单位在讨论法规面的事项时 可能会咨询庄老师的意见 不过他自己主持的相关会议中 都只有人事处、高教师、法治处等教育部内 相关业务单位出席讨论 并没有庄教授参与 盘文中强调 教育部希望台大校长争议尽快告一段落 让台大校务回归稳定发展 因台大校务会议在校长临选程序中 具有推荐的权限 教育部基于尊重大学自主的前提下 将等临时校务会议离清一亿后 再进行后续释法性的处理